好 說到購物的優惠啊 來看到呢 明天就是雙十一了 相信有不少觀眾都已經開始呢 要來準備下訂了 而根據資測會的調查 發現說呢 常常參加的消費者啊 其實已經高達七成 遠超過於呢 節慶的節日 還有呢這個百貨公司的週年慶等等 比比重呢 會這樣子攀升 其實主要是跟呢 疫情改變了大家的消費模式 是很有關係的 那麼華視新聞呢 也實際找到了兩位消費者 分別是擔任會計的 這個張小姐呢 他說啊 他會趁著一年一度 才有的優惠來續約影音平臺 而且呢也會買呢 將近上萬元的生活必需品 享受一次買好一年份 而另外一位先生呢 他則是花了七萬多塊 去買3C的產品啊 他說呢這樣子買下來呢 算一算還省了一萬多塊 雙十一購物節相信不少人都已經買到剁手 包括拆到手軟 他本來是要七千塊 現在大概五九九零就有了 打開購物平臺滑滑滑 想買的加入購物車結帳下單去 大概每一年都會再一一一補貨一次 大概一年份吧 一年份就這樣直接買一買 對 就直接買一買 因為真的還滿便宜的 打折打到骨折吸塵器清潔用品 甚至是影音平臺續約 通通清空購物車買起來 應該也省了大概萬把塊吧 實在是滿划算的 手機平板等3C用品 購物明細好幾十樣 長長一大串 這些都是趁著一一一一一購入的 除了優惠外 還有免費小贈品 電商平臺推優惠 搶購民眾荷包 根據調查常參加電商購物節的消費者 有將近七成 約超過節慶節日 百貨週年慶等等 而對這群人來說 最有感的促銷是什麼呢 店家都提出一些活動什麼的吧 怎樣折扣有吸引到你 好像免運就很吸引我了 沒錯前五大免運就排第一名 再來是折家券 限時商品優惠 購物金贈送和行動電子 支付優惠 比平常比較便宜的話 還是會出手去買吧 每年年末雙十一雙十二 兩大購物節 電商平臺搶商機 業者把荷包賺寶寶外 民眾也能在這時 大搶優惠 好日新聞 林婉宜 秋顯雄 高雄報導